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莫拉丽莎以及之前还有最后的晚餐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另一位文艺复兴的巨匠米开朗基罗 那么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米开朗基罗最著名的作品大卫 好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关于米开朗基罗 那么在文艺复兴的三大巨匠里面 由我们了解到的是达芬奇 可能相比而言米开朗基罗可能会让你感觉到 他是一个个性非常鲜明 他非常容易的震撼人心 或者你会觉得他极具个人魅力的这样的一位艺术家 因为达芬奇他有太多的秘密 包括他的发明创造实在是太前卫 而且又违背了当时的基督教的教义 所以他根本就不敢公开他的思想 所以达芬奇会显得很神秘 很奥秘 所以你会觉得他深不可测 深藏不露 所以你要了解达芬奇你就会觉得他距离你好远 然后你觉得他好像就是很难触及到这样的一个太完美太完美的这样的一个人 可是我们在来了解米开朗基罗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有机会的话你去读一下罗曼罗兰所写的米开朗基罗传 那么米开朗基罗 罗曼罗兰把米开朗基罗形容为是神圣而痛苦的一生 说他像一个骄傲的公鸡 就争斗了一辈子 所以你会你了解他以后你会觉得他极具个人魅力 非常的能够撼动人心 可以他可以是让你一个让你心潮澎湃 然后让你心里可以生出很多的激荡和激动的这样的一位艺术家 好下面呢我们就先来看一下他的这幅作品 这幅作品呢叫做爱到基督 然后这幅作品米开朗基罗雕述他的时候非常非常年轻 只有23岁 而23岁的这幅作品大家能够想象他有多么的完美吗 然后这幅作品呢他现在就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那么这个位置在哪里呢 就是在梵蒂冈宫内 而且呢在梵蒂冈宫的主教堂 就是圣彼得大教堂 如果我们现在从圣彼得大教堂的正门进去的话 你进去以后在他的右手边就可以看到的第一尊雕塑就是爱到基督 所以大家看到这么重要的位置 一进门的第一尊雕塑就是他 然后至少我当年去参观这个圣彼得大教堂的时候 他就在这个位置 我也希望他今天还在这个位置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23岁的米开朗基罗 就已经创造出了一幅非常完美的作品 然后这幅作品呢 他其实描绘的是 这个耶稣基督被钉上十字架 已经为人类献出了他的生命以后 他的母亲圣母玛利亚 非常的悲痛 然后抱着耶稣的身体 然后所以这一幅作品呢 在西方其实也叫做皮耶塔 他的真的名字叫皮耶塔 然后我们把它翻译成了叫爱到基督 可是很有意思的是呢 年轻的时候米开朗基罗雕塑的是一个很完整的爱到基督 而且呢 等一会我们会了解到米开朗基罗的其他作品 你就会发现和其他作品相比呢 这幅作品显得很柔美 很美 他真的会给人一种 因为圣母玛利亚虽然很年轻 但是因为他是神 所以说呢 他可以一直保有他的容貌 所以看上去是年轻柔美温柔的一个母亲 然后呢 他抱着他的儿子的身体 然后非常哀痛的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这些个很成熟柔美 被认为是米开朗基罗的所有作品里面 是最柔美的一幅作品 因为米开朗基罗其他作品都表现出的是那种英雄气开 然后人的力量 然后肌肉膨胀 所以在那个状态下 其实他可能不一定很美 但是他可能会激发你泪在一种 关于人的那种力量的 喷发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好 结果呢 后来到了米开朗基罗晚年的时候 在他最后的大概十几年的时候 他又来雕刻皮叶塔 也就是哀悼基督 然后他晚年雕刻的哀悼基督呢 就会显得非常的不完整 而且呢也不好看 甚至很多的那个石块啊 给你感觉就是雕琢到了一半就放弃 然后那个人的脸上的那个 就是会显得非常的粗糙 包括身体 所以你会觉得那些作品 你反而觉得那种苍伤苍老 他不给你美感 但是他确实是米开朗基罗 从二十三岁 然后到他八十几岁 也就是之后有六十多年的时间 所以六十多年里面 米开朗基罗在他的大半生 他其实经历了非常多的 这个起伏跌宕 然后甚至被敌人陷害 然后包括被教皇不尊重 然后他实际上一直在一个敌对的状态下 去坚持他的艺术 所以他非常非常的艰难 他这一辈子 所以这样在他晚年雕刻的哀悼基督 就没有这么柔美了 不像他二十多岁的作品 所以他后来的作品 因为它是同一个主题 这个对比就会非常鲜明 我们就可以看到 晚年的《哀悼基督》皮耶塔 就已经成了一个苍老 然后抗争了一辈子以后的 这样的一个憔悴 或者说是一个无力 然后这样的一个暮年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次《哀悼基督》里面 我们从他米开朗基督一生 不同的作品里面 我们会看到的一个 就像米开朗基督一生 就融入在了他的所有的作品当中 好 下面我们给大家要介绍的 是他应该是最著名的雕塑作品 也就是《大卫》 那么前面的《哀悼基督》 是二十三岁的作品 结果《大卫》这幅作品 是他二十六岁的作品 所以只相隔三年 来看一下 相当于在二十三岁的时候 米开朗基罗就已经成为 当时文艺复兴时期 众多的天才里面 特别是在雕塑的领域里面 他是绝对的 No.1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所以在二十三岁 就可以达到人生的顶峰 而且在当时的雕塑剧 也没有人可以比得上 米开朗基罗 所以之后隔了三年以后 大卫这么重要的 一个英雄题材的主题 就交给了米开朗基罗身上 所以大家看到 米开朗基罗是一个 很早很早就成名的 这样的一个雕塑家 那么这在他一辈子里面 他会形成一个什么状态呢 就像我们说 长跑者的孤独 有这样一句话 也就是短跑者 因为他时间非常的短 那么在很短时间内 他有很多的竞争的对手 他不断地激励他往前 可是呢 长跑者 包括跑马拉松 肯定跑到一定的阶段 你即使你在领先 肯定还是孤独的 因为你一个人在跑 然后你眼旁边 没有人在背后去追你 赶你 那么你自己累在 就会有很强的动力 要让自己不断地往前走 所以米开朗基罗 就有一点类似于 这种长跑者的孤独和寂寞 也就是在他26岁 到他30岁 后面就完全在雕塑界 是没有人可以超越米开朗基罗 如果从绘画的角度来说 我们说拉夫尔很成名 然后当时的达芬奇 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可是呢 在雕塑领域 没有人是可以超越米开朗基罗的 所以他一直在不断地 有人说他跟自己在赛跑 所有人都比不上他 他就差他很大一截 所以这样在他没有竞争 对手的情况下 他不断地要去打败他自己 他不断地要和自己去斗争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关于大卫 那么大卫这种雕塑呢 实际上是当时的佛罗伦萨城 其实是经历了一些战乱 然后也有包括这个 和宗教方面是有演细的 这样的有一些宗教的 这个领域的内部的斗争吧 所以说佛罗伦萨城的 这样的一个主导者 也就是美利奇家族 他虽然统治佛罗伦萨很长时间 但是呢中间呢也有被推翻 然后甚至被赶出佛罗伦萨城的 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发生 然后在这个状态下呢 美利奇家族 就他本来应该是佛罗伦萨城的保护者 可是呢他并没有完完全全 能够占到这样的一个保护者的 这样的一个地位 所以米开朗基罗呢 在美利奇家族因为战乱 被赶出佛罗伦萨城以后 米开朗基罗其实跟着逃亡的 好然后最后回到佛罗伦萨的时候 米开朗基罗内在 他实际上是有一个 我觉得其实这是每一个人 在追求一种生命 或者是生活当中的 一种安全感的这样一种需求吧 所以他觉得没有人可以保护我们 那我们的安全感何处安放 所以当时佛罗伦萨城的人们 都觉得他们需要有一个 英雄的象征 他是可以保护佛罗伦萨城的人民的 所以这样呢他们就有一个共同的呼声 他们要雕刻一个 或者说他们要塑造一个 可以保护这个城市的一个偶像 然后他们就选择想做一个这样的雕塑作品 然后也选择了大卫这个题材 然后最后他们就选择了 由米开朗基罗来做这一尊雕塑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卫这尊雕塑 它其实高度非常高 加上底座应该达到三米多高 绝对是仰视的 而且所以大家看到 它是一个完整的石头 它是一个巨大的一块 整块石头雕刻的 然后据说当时是在米开朗基罗小的时候 其实这个石头就已经有 但是呢有好几个艺术家来 试图去雕刻这个巨石都没有完成 就没有办法去驾驭这么大一块完整的石头 结果到米开朗基罗来面对这块石头的时候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 说米开朗基罗在面对这块石头以后 看了很久 然后就说好吧 大卫已经在里面了 我只要把多余的部分去掉就可以了 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我最开始看到的时候 我真的非常感动 你可以看到这个艺术家 他面对他的工作 或者面对他的这样一个艺术作品的时候 他真的那个胸有成竹 他的自信 那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自信满满的状态 或者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的那个状态 是很有魅力的 好后来等大卫雕刻成功以后 整个佛罗伦萨尔城的人都很震撼 你觉得这就是他们要的这样的一个英雄 好我们看看为什么大卫是这个英雄 然后大卫呢 是在圣经应该是在旧约的故事里面 曾经记载的一位以色列王 然后在他大卫其实小的时候呢 以色列是一个叫扫罗的以色列王 在他当权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呢 就有这个相当于是蛮族 就是非利式人 然后就入侵了以色列 然后结果他们就带来了一个很高的巨人 然后那个巨人呢 叫做哥利亚 结果呢 没有人可以打败这个人 因为他是巨人 然后这个哥利亚呢 每天就在城墙外面叫嚣 然后非常的嚣张 而大卫那个时候其实很小 只有十二岁 然后他就去给他的哥哥们去送饭 然后他看到了以后呢 他看到那个巨人叫嚣的场景 他觉得很屈辱 他说为什么会这样 我没有人可以打赢他 他说我能不能想什么办法 我能不能去帮助他们 结果呢 大卫呢就非常的聪明和勇敢 然后他就想了一个办法 他其实是自己制作了一个投石器 大家就看到在这个角度 大卫其实手上拿的是一个投石器 然后呢他就趁那个哥利亚 因为他非常的高大那个巨人 然后在叫嚣在谩骂的时候 因为大卫他只有十二岁 他很矮 所以哥利亚注意不到他 结果呢 大卫呢就趁机用这个投石器 就射瞎了这个哥利亚的眼睛 然后趁着哥利亚那个眼睛被射瞎的时候呢 大卫就很快地爬到了巨人的身上 然后就割下了哥利亚的头颅 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结果这样呢 大卫就成为了以色列王后来 就成为了以色列的英雄 所以说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小孩子 可是呢他的英雄行为呢 最后是拯救了整个的以色列 所以这样呢 后来大卫呢就成为了以色列王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米开朗基罗所雕刻的大卫 我们看一下 他绝对不只是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子 但是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把这尊作品雕刻成十二岁的一个小男孩 你觉得这个雕像立在任何一个地方 你觉得他真的可以作为一个保家卫国的 这样的一个偶像吗 是不可能对不对 因为你会觉得一个小孩子 再怎么有英雄壮举都不可能 所以米开朗基罗呢 这里呢他就用夸张的手法 他把大卫雕刻的是一个年轻的轻壮年 就是正直壮年 而且非常健美的 具有非常健美的躯体的这样一个 其实和古希腊的这个雕树里面 是结合了非常多的 这样一个很完美身心比例的 这样一幅作品 然后我下面还可以给大家看一个放大的细节 这一尊 其实这是我最喜欢的大卫的雕像的这一张图片 当然我觉得雕树有一点比较好的是 它可以360度的欣赏 而且呢随着光线的不同 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不同的 因为它会形成不同的阴影在这个雕树上面 然后这一张呢 我觉得是最能表现大卫那种非常坚定 坚毅而有力量的 这样的一个包括眼神也好 包括这个面部表情也好 所以我觉得这一张的这个角度和打光 是我最喜欢的一张啊 但是我们可以注意看一下的是 大卫其实他选取的呢 并不是他割下了戈利亚的这样一个头颅以后 好像拿着头颅很开心很胜利的这种感觉 因为这个大卫题材其实在之前有画家 包括雕树家也有做 然后很多人都会雕成了一个英雄胜利凯旋 也就是他拎着大卫拎着那个头颅 然后很高兴的样子 就是胜利以后的样子 可是呢米开朗西罗雕树的是 大卫他拿着头石器即将投出去的那一刻 也就是他其实还没有获得胜利 可是你会看到 如果说是拍一部影片 那么你在看到大卫即将石头投出去的时候 我相信观看的人是不是要屏住呼吸啊 你都会为大卫感到紧张 他这一刻能不能抓住那个机会射下眼睛 他能不能成功 然后大卫他自己所有的精力 也都集中在那个就是头石器 要投出去之前的那一秒钟 就是你会感觉到所有的张力都在这一刻 也就是他的聪明才智 然后包括他力量的喷发 全部在这一秒钟 叙事待发即将爆发出去 所以他选择的是这一个角度 而这个角度来说呢 从应该是让观众最紧张 心崩的最紧的一刻 然后其实这个角度的选取呢 我觉得是非常巧妙的 同时呢有另一幅作品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幅作品呢叫做直铁饼者 大家看直铁饼者选择的是什么角度 因为直铁饼者是一个古代希腊最著名的 这样的一个运动员雕书里面 基本上是最典型的 你看他也没有说把铁饼直出去以后 好像直得很远很开心 我们看到是铁饼已经甩到一定高度 马上就要直出去 就是那个力量即将要爆发出去的那一刻 所以这一刻呢你会感觉到人最紧绷 然后他的力量 包括因为这个力量的积蓄 我们会看到所有的肌肉的那个膨胀 就全部集中在这个身体里 然后这个身体充满了力量 这个时候他就是最美的 而不是胜利以后你肯定松了 你就会松懈下来 所以你就会 你就不会形成这么肌肉紧绷的 这样一个非常健美的一个力量 储存在里面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是力量达到最极致 最顶峰 像我们说冲锻冲锻 冲到百分百的时候 然后即将要释放出去 好那么大卫也是这样的 所以他的那个选取是很有讲究的 好我们再来看这几张不同的角度 所以这是雕塑可以360度欣赏的 这样一个好处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投石器 这是大卫他自己设计的一个 大家可以想象一个12岁的男孩 自己设计的投石器 然后大卫这段作品雕好以后 就非常非常成功 所以大家看到23岁的时候 米开朗基罗就迈上了他人生 应该是至少就说他的 这个奠定了他那个雕塑家一哥的地位 然后结果到了26岁 他又上了一个台阶 而且呢是在他自己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 然后这一张作品当时大家就讨论 因为大家都太喜欢这部作品了 然后最后呢就决定要让更多的人看到他 所以就把他放到了室外 也就放到了佛罗伦萨的这个市政厅广场 市政厅门口有广场 放在那个广场上面 然后当时所有佛罗伦萨城的人呢 都可以看到大卫这一张作品 好 然后结果呢 因为是放在室外 所以说呢他其实就经历了 应该是风吹雨淋啊 所以这几个细节大家看一下 包括这个手臂 然后包括这个手指 曾经就有人 因为这个手垂下来就位置比较低 对吧 后来就有一个神经病就把它打断了 然后最后又把它修上去 然后从这个旁边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个风化呀 日晒雨淋啊 实际上是受到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损害 所以后来呢放了大概在室外三百年吧 大家看一下脚趾头的位置 后来外面放了三百年以后 因为大家觉得这份作品太珍贵了 一定要把它保护好 后来就把它移到了在市政厅附近的一个 应该是佛罗伦萨美术学院的一个展厅 然后但是在原来的位置 就放了一个福字品 一比一的一模一样的福字品 所以你现在去到佛罗伦萨的那个市政厅广场 你会你仍然可以看到它 但是你要知道它是福字品 你要看原作的话 应该大概就是在附近一两公里范围内 就可以去看到它的 在一个室内可以看到它的原作 所以大家看一下啊 因为我们前面讲到过 我们说所有的作品我们都以欣赏原作为主 所以如果你去到了 其实原作离它并不远 我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去看一看 这一尊作品 好我们说这一尊作品呢 它其实是在一个 借着 借由 其实整个文艺复兴都是这样 它借由它所谓的复兴是 复兴的古代希腊罗马的 这样一个在包括民主哲学和艺术的 这样一个非常广阔 或者说是艺术门类非常广泛的 这样一个基础之上 对人体实际上是对人性的 赞美 所以这个时候艺术家就开始可以重新雕塑裸体 或他们敢开始雕塑裸体 这其实在当时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因为基督教其实为什么会禁止裸体 是因为裸体会引起人的欲望 引起人的欲望的表达 可是呢到了文艺复兴 特别是到了全盛时期 那么米开朗基罗包括拉斐尔以及达芬奇 他们会重新看到人体之美 人体里面蕴含的力量 然后坚定 然后往上的这样一个趋势 所以说呢他们会重新又回到了裸体的这样一个人体的雕塑的过程 然后我还想跟大家多介绍几个关于米开朗基罗的雕塑 因为下一堂课我们会介绍他的绘画作品 那么在米开朗基罗他的偏晚年一点吧 偏晚年一点 不光有我前面讲到的关于皮耶塔 也就是哀悼基督的这样一个雕塑 然后后来呢 其实米开朗基罗还雕塑了关于背负的奴隶 然后他背负的奴隶呢 大概也有一个系列 有好几幅 大概有十幅左右 那么背负的奴隶呢 你会看到那个人就从那个石头里面挣扎出来 从石头里面挣扎出来 但是又没有完全去掉石头 因为我们这里看到的大卫 你觉得他就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人体 他没有和那个石块还有任何的连接 你觉得他是一个独立的 可是到了晚年的时候 米开朗基罗描绘了很多那种表现人性 或者人生的那个挣扎的过程 那个背负的奴隶你就会觉得 又为什么叫背负的奴隶 你会看到他身上就有枷锁 然后甚至那个石头对他也是枷锁 他就像那个从那个石头里面要喷发出去 然后那个作品 其实我觉得在我年轻的时候 在我二三十岁的时候 其实我看到那个作品的时候 我其实感触不是太大 但是呢我在前两年吧 我在看这个一些影视资料的时候 特别也是我看到蒋熊先生 讲到的这个米开朗基罗的 这个背负的奴隶的时候 我当从那个视频上 我突然看到那个背负的奴隶 那个挣扎的那个状态 因为后来我自己个人呢 也学了一些关于这个 包括舞蹈疗愈或者呼吸等等 这样的一些 一些心理治疗的 或者包括身体治疗的这样的一些 我对这个领域很感兴趣 然后所以在那个舞蹈的那个过程当中 我就充分体会到一个人在身体那个挣扎 然后力量喷发出去 那个姿势的那个姿态的流动的那个 就是我自己可能经历了那个过程 然后后来我当时在视频上一下看到 那个背负的奴隶的那个状态 我就觉得在我和在那个舞蹈训练当中 所接触到的那个感觉是一模一样 然后我记得我当时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 那个眼泪就一下子出来了 然后结果我在看那一段视频的时候呢 蒋熊先生就在讲 他说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 他在看到这个大卫的这个雕像的时候呢 这个大卫的雕像的旁边 就有放背负的奴隶那几尊 然后蒋熊先生在二十多岁 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他就坐在旁边流泪 然后那是二十多岁的蒋熊先生 然后他记得他那天下午坐着呢 正在他流泪的时候 就有一个大概六七十岁的一个老年人 就过来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说没有关系 二十年前我也在这里哭过 所以当时我看到那个情景的时候 我一下子突然很感动 然后也有一个 同时当然有一个对比 就是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是 其实我二十岁的时候 我也看到过那个背负的奴隶 我的感受不是很强 但是呢可能在我现在这个年龄 我再来看到他 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经历了这样的一些过程 所以当时我的那个眼泪一出来的时候 我就我很清楚我泪在里面 和那个作品就好像真的就是有一种 有一种连接 或者有一种懂得的感觉 但是后来我看到蒋庆庆庆的二十年前 就会在这个作品前流泪 可是我可能是四十岁的时候 才能在这个作品面前流下眼泪 我突然看到我和大师的距离 真的就有二十年 就二十年的距离 但是呢我觉得很庆幸的是 有一天我有懂得这幅作品了 所以我在讲分享这一段感受给大家 我希望因为我们现在视频前的同学们 你们大多数可能也只有二十岁左右 也许你可以在我刚才讲的过程当中 你也可以体会到一些 出自于你自己个人经历的一些体会 但是呢我希望呢是 对这个作品 包括我们以后每一幅作品 你都给自己一些空间 也就是可能我讲到的某些感受 你不一定在此刻你能感受到 可能是因为你还没有经历过一些东西 但是呢你给自己一个空间和弹性 也就是也许五年以后 也许十年以后 也许二十年以后 你再回头来看这幅作品 你可以读懂的东西可能和现在又不一样 所以即使你现在对这个作品 能够所读到的东西有限 那不代表你对它的理解不够深 而只代表你 它就是你现阶段的一个生命状态而已 所以我希望我们对每一幅作品呢 我们都可以有更大的自由的空间 去解读它 不去限制自己 也不会觉得 我自己现在所读有限 而觉得可能是我不懂艺术 其实不是 只是你可能还没经历到一些东西 所以这一段呢 我很想分享给大家 关于米开朗基罗的雕塑里面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 可以值得我们感动的地方 好 下一堂课呢 我们就会给大家讲到 关于米开朗基罗的 非常著名的一些绘画作品 好 今天我们的课呢 就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